天气温差大流感病毒H3N2在发威 以台中来说 最近这三周类流感的急诊就诊率来到12% 比去年同期还要高 年龄层集中在60岁以上最多 大多合并有慢性病史 目前已经有30多例的确诊个案 机关署也表示 疫情到7月底才有可能趋缓 民众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等午过后的流感疫情应该是最为平稳 但在今年却很反常 全台湾的就诊人数不断的往上攀升 台中也不例外 最近三周的类流感急诊就诊百分比 都在11%到12% 跟去年同期相比成长有3% 而机关署也预估 疫情要到7月底才会趋缓 到目前为止 我们重症的个案通报的 总共有34案 年龄最大的大概是在92岁 但是本身是有高血压 还有糖尿病的这种慢性疾病的病史 年龄最小的今年通报的 年龄最小的大概只有一岁左右 这波流感病毒H3N2来势汹汹 台中市从1月至今 已经有34诊的确诊重症个案 而年龄层都分布在60岁以上 不过根据集关署最新资料显示 年龄已经有下降趋势 7-18岁的族群是另一大高风险群 它的症状的话原则上 就是流感的话 它就会涂完间的高烧 然后会肌肉酸痛 那咳嗽来流鼻水等等的症状 这一般的感冒有点类似 对不对 一般的感冒 它的发烧比较不会涂完间的发烧 就是会比较是缓缓的这样子 如果有相关的问题 也可以打1922防疫专线 都有24小时都有人员 可以免费提供服务 卫生局有呼吁 因为流感是飞沫跟接触船站 因此类流感症状的民众 一定要戴上口罩 不可以用手来捡住咳嗽或喷嚏 而跟民众也要保持一定距离 而民众这阵子也要多洗手 跟减少进出公共场所的机会 做好预防才能避免疾病早上升 转电话台中采访不到